有機會一口氣結束比賽 外野球其實也沒有守得這麼深 結果這個球直接打在代表哥身上 再見的出身球寶壽 比賽結束了 九局下半 這場比賽戲劇性的發展 富邦從原本兩分落後 到最後靠著再見的出身 拿下比賽的勝利 拍手 哈哈哈哈哈哈 木棒會叫 木棒會叫 龍子安 小心 內野的滾地球機會抓兩個 曾子佑露了一下 再傳二壘也傳偏了 所以一個都沒有抓到 原本是要抓雙殺的 沒成功就比賽確實出現了變數 兩好一壞 這球出棒打到了游擊防區曾子佑 沒有能夠把球給鋪進手套裡頭 所以現在富邦安將 九局下半攻戰滿累 所以剛剛那個守備失誤 或許真的會對這場比賽 帶來很大的改變 再來一個訴求 沒有進到好球帶 四壞球保送 在滿累的情況下 富邦要擠回1分 有機會一口氣結束比賽 結果球打向了中線 沒有籃下來 球穿越形成籃打 三壘下發國聲回來得分 二壘下的聲號尾 是停在了三壘 富邦安將追成了3比3的平手 東子恩再一次為球隊建功 外野手其實也沒有守得那麼深 結果這個球直接打在代表身上 再見的出身球保送 比賽結束了 九局下半 這場比賽戲劇性的發展 富邦從原本2分落後 到最後靠著再見的出身 拿下比賽的勝利 來 林萌音樂請下 拍手拍手 初心裡 這場很有戲的 謝謝大家 謝謝檸檬 好 大家最後 因為子恩是第一次 我們邀請他跳一下自己的應援曲可以嗎 一棒打下追評分 今晚的MVP 那Angels幫我帶領著他一起跳好嗎 來 我們稍微擺一下 聲音借給子恩 董 子恩 轟 得分 一棒打下追評分 董 子恩 聲音借給他 雙手跟上子恩一起謝謝他 全場一起來 董 子恩 一棒打下追評分 董 子恩 來 董 子恩 一棒打下追評分 董 子恩 再次恭喜董 子恩來獲得今天單場的MVP 也再次恭喜漢將以及我們的所有家人 載著大雞蛋的主場首站 取得了漂亮且非常戲劇化的名字